上半 使得那个半局也只有三名打者上来打击 现在六局上半开始 在第三局的时候 他曾经打出过一支二连安打 Mesa刚刚为什么又跑进场内了 我还以为他去做一类指导教练 这球打成了插棒界外 今天现场是满座 所以这个波浪五的可以 大家一起来动一动 尤其现在中华队领先 所以做这个波浪五就会很有feel 这球破坏掉了他的打击节奏 形成了一个右外野方向懒洋洋的飞球 所以这个外角的变化球 宋家豪投得非常的棒 因为这外角球感觉好像把棒都甩出去了 才勉强碰到这个球 所以当然碰得不够结实 形成了右边方向那个飞球 最后棒都脱手而出 所以不可能把对球打不结实 好打击要轮到的是中外野手 布瑞尔 他在第四局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安打 三垒方向接到了 用机垫步之后 传向一垒稳稳地抓掉了两名打者 对 现在中华队的阵容 还是陈永基守三垒 在守备上面是最稳定的 这让人放心 这个球传到一垒游刃而有余 他的背力即使平常常常是做游击手 但守三垒对他来说也没有任何困难 再来一个Curray 一号球没有坏球 老二 12强站的打击目前是两成三一 这球打得不错 右半边的飞球 在右半边的飞球 没有追到 这个球掉了下来 球是碰到了手套 但是并没有完全的确实接补 准备要上三垒 已经上到了三垒 这球其实已经跑到定位 手套也碰到了球 但是可惜打在手套上又掉了下来 所以形成了打准上了 所以这个球你要直接给三垒安打 还是要给接球失误呢 这球是打得很结实 飞行速度非常快 但他事实上是跑到位 但球打在他的手套的前沿 没能接进去 所以可能记录上还是要给一个三垒安打 因为整个比赛 这几天看下来 球判 是多半给安打 倾向给安打 不给失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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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时候要小心了 Despania 结住 露了一下 哎呦 穿一垒来不及了 哇 这恐怕就是个失误 对 明明应该在游击区被处理掉 但是郭炎文 根本一次没有准手套 地上剪了半天又剪了好几次 所以让三垒的跑者回来得分了 追逼的比赛 所以 童话队还是在守备上 让球队受到伤害 这个强袭球 郭炎文已经正面到位了 可是呢 就是 接得不够确实 那因为在两出局的情况之下 这个球打出去 三垒的跑的是起跑 所以 这个球只能够选择传一垒 尝试抓打者 但是因为露球的时间太久 根本就没有办法抓到 Despania 打着一垒手 他的打击率是非常强悍的 乘六二的打击率 那今天在第四局的时候 也曾经贡献过安打 他在棒头上的插棒界外 对 这边也有人热身了 但事实上刚刚那个 如果没有失误的话 应该是已经结束了这个半局 中华队还是一分领先 所以那分应该是个非自责分 并不是投手 投球出了差错 这个变化球投得不差 但是被 玛耶塔给选掉 宋家豪现在球数落后 一毫两坏 内野的滚地球 林志胜传一类 解决掉了玛耶塔 古巴队在第六局的攻势 靠着一支三垒安打 以及中华队的一次 手背上的失误 那现在是追成了平手 一比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